黑湖科学园区旁白色轿车突然往前开 差点撞到前方女子 双方随即在大马路上瞧了起来 单白车驾驶似乎不肯罢休 车辆倒退又险些撞到人 冲突时间回推 原来几分钟前白色轿车靠边 直接停在车行出路口 店家见状随即上前劝说往前移 让出一点空间让车辆通行 但没过多久驾驶又把车开回原位 这次店家不忍了 疑似要检举为庭引发口角冲撞 闹到警察都到场 女驾驶坚持不道歉 停红线还说不知错在哪 吹发在台北内湖停里 搭到二段一间车行 9号下午2点多 店家门口被挡提醒移车 白车驾驶却反呛 红线又不是你家的 店家傻言说 红线本来就不能停 没想到白车驾驶恼修反呛 你们做生意的怎么这样 吵吵闹闹到警方一来 又互相不追究了 休闲来他停在头前温度 叫他说稍微快一点 稍微快一点 他才能出钱嘛 实际来到车行外头 出入口的红线斑驳 确实不容易看清 不过妨碍人车通行处停车 一样也是违规 可处最高1800元罚还 而且距离不到50公尺的地方 其实就有停车阁 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方便违规停车 赔上国家级的高额停车费 谢谢叶维林 陈冠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